蔡英文说当初总统大选的时候 有超过一半的台北市民支持我 他很爱讲这个啊 所以他这就是在算票啊 希望支持我的市民 能够集中选票 把票投给陈忠 肯定蔡英文票投陈忠 那陈忠也说 这一路走来 我身上背负很多人期待 包括蔡英文期待 所以不要让蔡英文失望 只有赢得台北才能守住台湾 只有赢得2022才能够守住2024 结果这几天呢 我们看到好多这样的新闻 陈忠就一路被呛响 正是被呛到爆好不好 那包括呢 他到内湖 这个湖光市场扫街的时候呢 就被民众一路骂了 你说你怎么 你没有资格选台北市长啦 这名富人还说 你怎么好意思出来选啊 你想知道谁讨厌你了吗 在这里看到啦 苦民所苦啊 你不是很痛吗 就一路被呛啦 那当然你说 他在湖光市场没有人气嘛 也未必有啦 只是呢 刚好呢 这是游淑惠 po出的这张照片说 哎呦 这名大姐身体是不是很诚实 来看看 他的手势是 帮蒋万安置入吗 好像不管这样啦 就说宾哥 陈思忠其实你说 他被呛对他来说 好像三天两头 也算是家常便饭了 可是在投票前几天 被呛这个 如果是他 我觉得我脸色也不会好 其实 台湾几乎所有的候选 只要稍微有点名气 通常完全不会被人家呛 是大家根本不知道你是谁 所以那种就不会被呛 但他是不是真的是 呛他的这个频率实在太高了 就是你看蒋万安也被呛啊 也被呛 蒋万安从刚开始起跑 就一路到现在都偶尔还是会有人呛他 可是你看 呛诚实中有一个特点 就是越呛他年纪越轻 有对对对对 我这边还没弄出来了 也是有一个年轻人 通常过去我们在路上看到这种会呛人 通常都是大叔大神这种级别 甚至阿伯阿嬷才会呛 可是呛诚实中越来越年轻 现在看起来都是30几岁 甚至20几岁的在呛他 那他自己就要去想想清楚 为什么他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而且他不是说只有在一个地方 或是某一些特定人去呛 他是走到哪里被呛到哪里 所以这个就是诚实中很特别的一点 我告诉大家为什么好不好 因为就是他过去这两年 累积的仇恨值超级的高 然后薛瑞连今天还在帮倒忙 还说台湾这个台北市对他仇恨值特别高 你确定 你确定是这样 所以这真的是薛瑞连 我真的我怀疑我偷偷怀疑 薛瑞连其实薛瑞连应该是很聪明的 人家又可以学医又可以 又可以考上律师对不对 应该是很聪明 我觉得薛瑞连是故意假装帮财政中 实际上在报仇 因为你看薛瑞连最近讲了一连串的话题 党人财路啊什么的那些 党人财路 然后又故意讲工商团体跟宗教团体 你是生霸呆想不起来实际的事情 你们怎么得罪 你是要提醒大家薛瑞连 我觉得做人这么阴险不是很好 真的这样的实在是有点差 那财政中自己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 他讲的话自己逻辑都不通 他说如果输掉台北的话 台湾就危险了 那请问一下从阿扁下台之后 台北一直都不是民党执政 那台湾怎么没垮 你告诉我为什么 所以你们的逻辑到底是什么 我觉得他们都在胡说八道 然后还说什么2022要赢2024才赢 对不对 胡说八道上这2018你搭败 2020还不是赢了 你到底在讲什么 你讲的都没有科学根据 连过去的这种就是成立一看都是相反的 所以陈时中又不乱喊嘛 然后讲陈时中是个不会选举的人 然后他本身又有点他非常臭屁 然后又很自傲 所以你看他虽然他个子很矮 可是他习惯用鼻孔看人 然后就这样看过去之后就常会 因为大家看他那个嘴脸就讨厌了 而且跑他的记者跟我说 其实他很容易 大家都说他是傀儡对不对 其实他很容易脱稿演出 很多东西不是幕僚准备给他的 引起争议的都不是 其实你可以看得出来 陈时中不是那种像蔡英文只敢看稿 他不是 陈时中绝对不是 他是喜欢自临场发挥 而且他很得意 他认为自己金句很多 可是问题是你们自由时报 山立民是认为的金句 其实在多数人心中那个是干话 那根本不是金句啊 你是干话连发你干话机关枪啊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陈时中越是临场发挥 其实得罪人越多 其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 他们现在已经把所有的中间选民 几乎都赶跑 因为你在讲出一大堆 完全没有科学依据 然后乱扯一通的东西 然后再加上薛热源 最近不断的在帮他煽风点火 还有这一次你们硬要去 让这些确诊者不能投票 所以薛热源今天又在帮倒忙哦 他就根据宪法第二十三条 那请问一下宪法第二十三条是说什么 是说你如果有这种紧急的状况 或是你实在没有办法 你没有办法做其他的组织 只能这样做的时候 才可以去限制人身自由哦 可是问题是 我们刚刚都已经讲过 别国都可以做 表示你是有办法可以克服的 然后现在请问一下是紧急状况 如果是紧急状况 你一直在松绑在干什么 所以现在既不是紧急状况 也不是你没有办法可以克服 然后他提出来一个 包括中仁祥 包括薛热源 你们提出来的所有制度 抱歉那是公务人员无法执行的哦 你提出一个让基层公务人员无法执行的政策 你是不是害这些公务员 所以我觉得这非常非常荒唐的 那民进党这样做大家都知道为什么 就是希望更新投票率嘛 可是今年会让他们得逞吗 我真的是严重怀疑 我觉得今年的愤怒已经到达一个顶点 因为他们今年的干话 真的比2018年的时候还要夸张 所以我觉得在这种状况下 今年民进党的选情我认为是极度的不乐观 绝对不会像蔡英文讲的 可是如果说出来投票 比如刚刚我们也讲了 其实我们这个行业在热 可是其实说圈外的人是冷的啊 是 但是我也请大家注意一件事情 过去民进党能够赢的选举 都是因为年轻人在强力支持他们 年轻人对民进党有感所以出来投票 可是今年选情冷 选情冷最重要的就是 年轻人出来投票的机率就变很低 那只要是年轻人不支持民进党的时候 民进党的基本支持者就削弱一大半 然后他只靠他自己原来的基本盘 我个人认为民进党基本盘并没有很大 大概就跟国民党差不多 就是百分之二十几左右而已 那剩下就是看中间选民 那些赌篮的中间选民 我认为是这一次选举的关键 那这个月媒体人伟安 他就直接说了 他脸上po文 他说感觉绿营台北还在苦追 拼逆转胜 新竹基本放弃了 结果作家苦林直接留言说 你说反啦 所以兵哥 就是我们当然现在没有办法什么预测 没办法讲民调了 可是目前这个气氛到底是怎么样啊 所以到底是说反了 所以是台北放弃了是不是 然后新竹在苦追 其实新竹应该他没有放弃啊 我真的是这样觉得 你看台北放弃 今年新竹大概 新竹自从成立这个城市以来 从来选举没有这样被人家关注过 而且也从来没有看到有一个政党 把全党之力砸在这样一个城市上 这是非常非常罕见的 照理来说蔡英文应该是要 把权力集中在桃园才对 因为桃园是六都之一嘛 他的重要性应该是超过新竹 可是不是 你看今年民党用最多力 包括他动员的1450 还有这些网军最多的力量 也全部放在新竹上面 所以我觉得蔡英文现在大概在自我幻想 只要桃园不要输 新竹不要输他就帅你 我觉得他的想法是这样 即使基隆丢掉台北丢掉他本来就不算输了 因为台北百六是他的 然后基隆他大概也觉得可有可无 所以我觉得蔡英文大概是认为桃园新竹 能够掌握住 他就OK 他就可以有理由不用辞党主席 可是我觉得今年他这个算盘恐怕是会花铁卤的 海黄鲍鱼干杯 EXO醬 里面有严选新鲜的顶级海鲜跟蜜质的独家配方 还有富含胶原蛋白还有粘多糖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质鲜嫩EPA跟DHA的含量更是丰富 现在购买还有优惠哦 输入我的优惠代码ZTI714 享有折扣哦